嗨,我们英语续话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记得调定圈目前为止呢 在我们地大爱泉美容学院 我们的台中奔院 很高兴呢,为你访问到呢 我们创办人苏文胜 苏老师你好 你好,老师好 谢谢来台中 是 哇,这个就是我们地大的logo 是的,地大的logo 跟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这个logo是怎么样设计的呢 这很特殊哦 看,有没有看到一个鼻子那里 这个就是一个D 这个是一个D DI 有 D 再一个D A 有,DIDA 是 DIDA 这个就是我们的logo 好棒哦 这个地大 哇 那能不能跟我们呢 英语续话的朋友说明一下 是 我们地大爱泉美容学院 我们台中奔院 要提供怎么样服务 给我们中部的朋友呢 我们这边的服务非常的多 除了我们有专业的 C级,B级,A级 这美容式的培训之外 我们会有最基础的这个 从物DIY班 还有免费的这个 从物的训询的一个 这个询问跟支持 对 哇,所以我们有课程嘛 对 没有咨询的服务 对,没错 那请问苏老师哦 我知道你们逃离满天下哦 那我们英语续话的观众朋友 可能会想说 诶 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哦 的这个朋友 才能够来参加我们的宠物呢 美容师的这个课程呢 基本条件到底有什么 就是喜欢狗 喜欢宠物就好了 对,然后非常有热忱 有热忱 然后不怕脏 不怕脏 是,然后有一个非常大的爱心 他要有爱心 然后技术就交给我们学生来教了 哦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年纪不限就对了 年纪不限 我最小的学生是14岁 最小14岁 对 那你教过最大的学生了 最大现在 跟着我学的是69岁 今年74岁 哦 已经毕业5年了 哦 那也是成为美容师啊 美容师 他是美容师 对 他是因为他喜欢狗 嗯 然后想要学一技之长 来照 来照顾流浪狗 哦 然后这个 我非常敬重的一个大姐 他就是喜欢狗 就爱狗的一个妈妈 嗯 对,然后可是他觉得 这些流浪狗都没有 没有人照顾他 对 除了我们为他之外 他还有一个善心 想要把他的这个美容 要把他做好 比如洗狗啊 基本的照样啊 基本的防复啊 就把他用自己之力 然后一只做 一直做 不是一直做 一只一只的做 一只一只的做 对 然后把它整理好 有爱心哦 那我们知道最基础的是我们西级的执照 对 那请问老师就是说 一般的人西级执照的话 大概要经过多久的训练呢 平均 因为我们是保证班嘛 那我们大概平均起来大概四个月左右 四个月 对,那其实想要来学的这些朋友们 你也不太紧张 如果你觉得你的手不是太灵活 我们也会慢慢的来教你 因为我们是保证班 所以我讲的是平均的一个上课时间 对 那这个西级的话 这个课程基本上 会学哪些技术 我们从最简单的就是认识狗 猫一些基本的护理 然后开始会有洗澡 洗澡 然后梳毛 然后工具的介绍 工具的使用 工具的保养 到最后我们会开始来去握剪刀 握剪 然后练洗剪 然后事实上真正的来操刀 来坐在狗狗身上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帮狗来去毛 对,都会有 西级其实是一个基础 就是各个的技术要学会 那证照的考试在台湾的话 多久去行? 从四个月去 所以说大概训练四个月 大概 如果你直接跟不上 我们会继续训练下去 对,让你跟上 那你考到西级证照为止 没错 而且的话 我们老师这边有辅导就业是吗? 我们不只辅导就业 我们还辅导开业 还辅导开业 辅导就业 是 没问题 太棒了 所以呢 我们英语学华的观众朋友 哇 这么好的好康的事情 大家告诉大家 要学我们寵物美容 一定要找我们的地大 我们的爱权美容学院 我们先来台中奋院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我们英语学文报 下次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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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